政治焦点 国民党主席改选确定在7月24号登场 不过呢 这一回参选人要缴交的保证金创下了历史新高 除了保证金1000万元之外 还得要加上领表登记费还有登记作业费 算下来 想要参选党主席要拿出1320万元 这直逼参选总统的保证金1500万 这让表态参选的孙文学校校长张亚洲批评 根本就是排评条款 他更发出了公开借款书 他说借钱也要参选到底 至于有欲缴竹 唐奎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对于这高额的参选保证金 则是都没有太大的意见 党职选举并非对决战役 更不是胜负之间的零和游戏 国民党没有团结以外的道路 国民党主席改选在即 现任主席江启臣中常会上重申 团结很重要 国民党也通过党主席选举办法 却哀轰式排评条款 这次要选蓝营党魁 不只得缴1000万元的保证金 外交领表登记费等创新高 得先缴出1320万元 金额直逼参选政副总统的保证金 1500万元对比民进党只要150万元 数字差很大 没有人会在乎这个细节 承担的决心 我相信是每一位都知道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只要这不是为了要刻意的要增加这个水竞选的障碍的话 那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太大意见 听起来朱立伦 连胜文这两位呼声高的参战人选 对千万保证金似乎没有太大意见 倒是已经表态参选的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很不满 脸书直接发出公开借款书 借钱也要选到底 跟痛批这项排评条款 不只让人错愕 也让逝者憨心 从参选党代表都必须把一年的募款责任而 等于先来提出来 我想这也是一个新制度 我想国民党的确比较穷困 中常委帮忙缓夹 目前确定六月初开放领表登记 七月下旬投开票并公告当选结果 只是要花千万选党魁 引发部分党内人士反弹 似乎也是预料中的事 今天冲锋伟才台北报导